今早的AT各股推介是騰訊700 簡選原因是美國加息預期降溫 有利新經濟股薄反彈 股份可以關注強於大市的騰訊 騰訊昨天跌了0.9% 相對恆子跌2.3% 騰訊的跌幅較小 另外恆子已跌至去年12月初19,200點水平 騰訊現價341.6% 仍然高於去年12月位置 走勢上騰訊相對大市強 策略上如果大市揣穩 較強勢騰訊有望率先回升 可以留意近期的低級機會 在340元以下分處收集